如果你心目中的军表指的是 指线军用的腕表 那么很遗憾 这种表已经绝技了 腕表流行力 天眼书记得气 董王遇刺的视频 引发了硬件控的讨论 狙击手的防弹护目镜 还有RRS三脚架 还有士德勒望远镜 当然咱们聊的是特勤局的腕表 因为这款欧米加很特别 所以触发了一个经典话题 就是军表 这不是也是你一直在催功的话题吗 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担心 我搜集到的资料 可能会让你失望 因为我跟你一样 对某些传奇充满丰富的想象 但实际上 可能跟咱们想的不一样 尽管如此 我还是给你挖出了一些内情 算是对了起你的关注 咱们开始之前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一键三连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 也请关注订阅 别忘了把你的观点分享出来 先说一个坏消息 如果你心目中的军表指的是 只限军用的腕表 那么很遗憾 这种表已经绝技了 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原因 什么叫军表 传统意义上 军表指的是军方的制式装备 比如二战前捷克空军跟浪琴 采购的飞行员腕表 关键词是采购 还有二战期间 英国军方跟欧米加采购的腕表 还有两大阵营分别采购 和共同都向同一个表厂采购的飞行员腕表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佩纳海在军转名之前的那些表 甚至五十年代 宝破五十旬都应该算是传统的军表 甚至是欧米加的超霸 如果航天也属于军用的话 你感兴趣的话 咱们可以单讲 不幸的是 采购和配发的军表 事实上已经消失 现代战场的军表 多数是军人个人购买 这里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下 各大表厂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战场环境 对万表的要求了 甚至出于经济学规律 这些性能也溢出到了民用 至于说 为了打破封锁 而用计划手段填补军表空白 更多的是体制原因 最终还是出不了真正的军表 正因为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 那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赶上机械表的青春期 以至于军表成为经久不衰的把玩和收藏对象 各大高级品牌的军表 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 比如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IWC飞行员系列 莫哈维基地特别款 等等等等 这些表款的核心就是复刻 你是不是更想了解硬核的军表 事实上 多数户外运动表 都可以满足战场的性能需求 个别品牌的定位则介于户外运动与经典军表之间 比如Luminox 那么哪些表是军人和特种力量的最爱 这个答案可能让你失望 我身边那些执行任务的朋友 最常选的是卡西欧 表有毛病了 真是自己修 单位不给报销 国际上也差不多 吸铁城的ProMaster 还分海陆空 还有金工啊什么的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吸铁城和卡西欧 刚好我们都介绍过 看了之后你会发现 确实能军用 这些手表通常有长长的功能清单 比如说精准无忧啊 多功能啊 极端抗噪啊 还包括战术功能啊 比如说海拔 压力 测距 定位等等 当然不包括陀飞轮 但你发现没有 多数功能 机械表上其实都有 那么像帝舵百年龄那样的品牌 跟特种力量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别急啊 后面我会讲到 Luminox90年代创办于美国 其官网上有一些 关于海豹突击队开发和采购的万表的内容 另外navysills.com等多个网站 也有关于海豹突击队 因为Luminox万表的某些性能 比如说专用材料啊 兼顾耐用啊 自发光等功能啊而使用的 至于说媒体的报道就不用说了 总之你看了这些网站 有理由相信Luminox是海豹突击队指定的万表 但无法证明官方采买 在大样本调查中 军队和特种部队使用最多的 还是刚才那个名单里的其他牌子 说白了 真正tactical环境啊 大家不怎么选高级表 理由也很简单 首先表不是单位配发的 其次实战场景下 磕碰和撞击等等 名单上那几个牌子基本上都能应付 但是丢了的话就得自己掏钱再买 智识军表只能玩收藏或者复刻 另外一个可玩的原汁原味的军表品类 就是指定用表 确实有部门指定用表 但这种指定跟当年阿婆勒登院计划的指定不一样了 好在指定并不排他 好消息是指定万表还能买到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虽然没有官方指定的手表 但帝多的灵铅和壁弯系列 在海豹突击队中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很多队员私下购买 以上算是收藏线索吧 真喜欢玩的话可以买同款来玩 另外现在很火的百年龄机械计时画木链款 也来自百年龄当年与意大利空军飞行表演队的合照款 再有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宝破五十群Millspec 还有浪琴的捷克空军 都是忠于援助的复刻 品质更高 总之虽然没有一个全球通用的官方军用手表概念 一些国家和军队确实会指定特定的手表 作为其官方装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手表不能被使用 现在有一个问题 军表和同款民用表哪个更好 我这么说你可能不爱听 在枪支泛滥的某国 某些型号的民用版的精度是高于军用版的 道理很简单 军队采购预算要卡着花 要考虑性价比 而民用市场因为竞争的缘故 你有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东西 不像在那个年代 某车厂驻的军代表质检合格的给军队 不合格的给他老百姓 由于市场竞争 民用表的品质很多时候是超过所谓的军用标准的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军警献特用的都是很实惠的款式 而在高级表里像欧米加这种Metas认证 15000高斯房词还有像帝座百内灵这种表的传统和标准 满足军规也是绰绰有余 如果说军表真的哪里好 只能是他的迷人的军用外表 多少人的梦想是在战场上啊 除了制式军表及复刻 接地去军表和指定军用外表 还有一个全新的品类 可能更适合做军表收藏或把玩 说回到董王玉斯案的欧米加 关于这款表的介绍来自于一个网站 间谍之表 我把网站列出来 喜欢申巴的可以去这里看看 但这个案子带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单位定制外表 Unitwatch 前面说了半天 军方和特种部队用表 都是自己逃要包 越便宜越好 为什么特群局的表如此奢华呢 这个与穿搭有关 我没开玩笑哦 两个原因啊 特群局是谁 欧米加是什么表 特群局USSS 隶属于国土安全局 负责保卫 政治领袖 很明显啊 在野党的政治领袖也在列 以及家人来访的政府首脑 有人还说金融领袖也受他们保护 但特群局隶属于美国财政部 这是真的 特群局的作战场景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啊 如果说军人和特种部队都是武装出场 那特群局就是西装暴徒 但这不足以说明这帮人就可以扩道 带欧米加 欧米加有为军事和执法部门提供单位定制外表的计划 这个计划为不同的单位提供印有单位 突兵队等军事单位 还包括美国特勤局等等 欧米加向来享有精准可靠和创新的口碑啊 从流出照片可以看出这款欧米加海马300米前水表 指针镂空 石标黑化 钻石抛光 米色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但是蓝色夜光 表圈呢 因为大家都是根据现场的照片判断的啊 有人说该表的表圈是眼花告陶瓷 并做了拉丝处理 看着眼熟不 以上的配置 分别在欧米加的很多款式都能找到 就说黑化的指针吧 在欧米加海马300米的白色款上就能找到 都说黑化指针是出于不希望闪亮而被发现啊 这听起来有点军品思维啊 但这里有点勉强 我觉得这里更多的是这种职业的冷酷风格 看到这里你可以认为如果配件充足的话 你甚至可以自己改装 但其实这款单位定制腕表最特殊 最稀缺的地方是表背 这个表背上刻有单位的徽章 而且从这个表的配置来看 这款表还是新款 这个欧米加的Naya的表背 总能保证后盖旋键后徽章总是正的 原来是这样啊 欧米加单位定制腕表计划 对军方人员的意义重大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比如说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纪念和传承 荣誉和自豪感 老子当年保护董王的时候 戴的就是这款 独特的收藏价值 713现场款得多少人抢着药啊 精神寄托 欧米加单位定制腕表计划 不仅提供了一款手表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象征 它代表着军方人员的荣誉身份和传承 高级腕表为军方的单位定制计划 不是为一个很特殊的销售手法 相信已经有品牌蠢蠢欲动了 但并不是任何品牌都可以搞的 欧米加历史上与英国军方的合作 其品牌文化产品过硬的品质才是前提 国内我知道的最具性价比的 单位定制腕表案例 是摩都某哈雷俱乐部 当年腕表网有一款比较小众的品牌 萨克雷曼 有一个系列就叫赶死队 让俱乐部发现了 团购了一批 我不记得是不是克制了 但是因为表牌上的图案 刚好符合俱乐部的风格 加上产量很小 从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成本最低的单位定制腕表了 有一个问题要请你来讨论 为什么我们总听不到品牌 跟某单位有定制关系 而总是被坊间给扒出来 OK军表就说到这 谢谢你的参与 我们希望这个话题在评论区里展开 谢谢 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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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